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PVD的Michael 今天是2016年4月21日 现在是下午的6点54分 现在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免费版视频延报 那么这里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就是现在今天的话盘后两个重磅的财报 一个是Google 一个是Microsoft 两个都是纳斯达克权重股 也是S&P500的权重股 那么它在纳斯达克里面占比的话是将近有18% 然后在S&P里面占比的话也有将近8% 那么这两个公司绝对是超级大型的公司 那么如果这两个公司财报不好 像今天这样子的话 那么明天可能会对股指沉压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针对这两个公司 我们也做了相应的财报方面的这种齐权交易 那么就是想从中获利 那么我们首先是看涨谷歌的这个头顺 应该是最大亏损 那么我们看Microsoft大波动的这个头顺 应该也是表现并不太好 但是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这个SPX上面的这个保护性的头顺 就是为了防止出现像谷歌这种miss 然后就是不及预期 然后Microsoft这种不及预期 然后带来的整体股指的下行的风险 然后我们在这SPX上面做的保护是2075 然后2085 2095的这种碟式 OK 这个碟式是明天到期 然后它的好处在哪呢 那我们当时进入就是今天早上进入这笔头顺的时候 我们付了1块6的这个权利金 那么当这个SPX下行到这个2093.4以下的时候 那么这个保护性头顺就开始发挥作用 然后到走到这个2085的时候 我们最大盈利是1000块 每合约每份合约1000块 然后再继续往下走的时候 那么走到这个2076.6的时候 那么我们这个保护性头顺就会失效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2076.6的这个点位呢 那是因为在这个日线图上 2076.6这个地方大概就是上一次 上一次这个S&P往下跌的时候 它的这个低点就是在2076这个区间附近 然后其实你可能会觉得很纳闷就是说 为什么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谷歌的这个财报 值得就是值得动用这么多的这些个期权 去做这样的一个保护 然后还有这个期权方面的交易 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为什么呢 那我们这是看着一张NQ的这个30分钟的图 这是纳斯达克的股指期货 然后在这里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这一个头肩顶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这个头肩顶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好然后这个头肩顶的话是这样子 从这个点4584到这个点大概是70点左右的距离 70点的距离的话 那么我们从4520下去的话 那么直接带我们到这个4450的这个地方 那带我们到4450的这个地方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呢 首先4450的这个地方正正就是上一次 上一次纳斯达克这边下跌 然后它的这个支撑区间就在这个4430到这个4460的这个位置 所以的话这边的话我认为还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支撑 可以给这个纳斯达克 然后我们再来对比一下 然后这边我们放上ES 同样的30分钟图 同样的30分钟图 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如果纳斯达克明天去这个4450的这个地方的话 那么相当于就是说去这个11号 4月11号的时候 4月11号时候的这个点位 那么就相当于大概就是这个SPX 这SPX回到这ES 不好意思ES 回到这个大概是2500的这个附近的这个位置 OK 所以的话我认为就是说现在现在的话 大家就要打起注意了 打起注意了 就是怎么说呢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就是说股指方面有一点这个弱势 OK 然后 然后 虽然说谈做空为时上涨 OK 虽然说谈做空为时上涨 但是 但是 我们必须就是说对我们的这个头寸负责 那么 既然我们头寸是做多 那么我们就当然要那个对冲我们的这个下行风险 对不对 那么明天的这个SPX上面的这个碟是 我相信可以为我们可以为我们对冲 对冲很多的这个下行的风险 那么好 然后 嗯 就这样子吧 那 嗯 我们明天的这个盘中点评